苹果试玩如何才能提高收益呢 今天为大家分享五个方法 一 多去完成一下这个动作 就是把试玩平台上面显示 能够领取的下载试玩任务全部领取一遍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可以简陋一些需要重复下载试玩的任务 因为软件开发商有时候需要针对不同的关键词 在应用市场做搜索排名优化 所以有可能你之前完成的是其中一个关键词的下载量 而后面抢到的任务 就是针对另外一个关键词排名优化所需要的下载量 二 各大试玩平台每天都会送一定数量的金币给到试玩用户 我们只需要每天到各大试玩平台签一下道 就能领取这些金币 金币的好处非常多 第一是它可以兑换一些虚拟商品 比如像任务加成卡 就是每做一次试玩任务所给予的额外现金奖励 视频网站会员抽奖次数等等 大家可以自行到各大试玩平台查看详细说明 第二是可以兑换现金 当然这个兑换现金的比例会非常低 各大平台可能都不一样 一般不太建议去兑换 第三是可以预约新的试玩任务 这个是我最推荐大家去做的 在没有新的试玩任务的情况下 通过金币预约的方式 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做任务的概率 三 尽量多下载一些试玩平台 因为每家平台可能对接的广告商 跟试玩任务都不太一样 多个试玩平台同时接任务 这样就能保证在相同的时间段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目前任务量最多的都集中在 iMoney 试玩星 多多红包 应用试客闪证这五大试玩平台上面 四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六点 是做试玩任务的黄金时段 这期间各大试玩平台释放的任务量也是最多的 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 每个试玩平台都有提供一些高价的注册任务 在没有新的试玩任务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选择一些注册任务进行操作 注册任务通常是各大软件厂商 为了搜集目标客户的线索而发布的 注册任务有利有弊 好处是一般单价都给的比较高 通常在一至二十元不等 弊端是后续骚扰电话跟短信有可能会变多 建议可以拿一个不经常使用的手机号去做 最后关于要不要做注册任务 大家自行斟酌判断 好了 以上就是提高苹果试玩收入的五大技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